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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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台中之夜两岸文艺会也今天是在这里盛大举行 那么这场晚会除了有竞歌热舞之外 还有来自福建省杂技团的特技表演 除此之外 台湾的少数民族小朋友也在到场来表演他们的特色民族舞蹈 可以说整场晚会是高潮迭起 精彩封城 演出一开始 福建省杂技团就首先表演了《浪桥飞人》 高难度的特技引来现场观众一阵阵欢呼 随后出场的是台中和平初中表演的台湾少数民族传统舞蹈 熟悉的旋律让台上台下唱成一片 除此之外 台湾九天民族技艺团的震撼鼓声 掌中芭蕾的另类文化撞击等精彩节目 都让在场民众看得津津有味 你看晚上这个人这么多 你看前场都满了 都很棒 尤其特技都很棒 可以说今天晚上的台中之夜晚会不仅是两岸文艺精髓的大会 一位台中市民带来了一个精彩的周末之夜 17号上午 福建平潭综合试验区管委会 在台中市举行了平潭开放开发规划展示会 集中推荐平潭的先行先市政策 开放开发建设等情况 平潭近年来教人的建设成绩就让台湾嘉宾赞叹不已 而今年海峡论坛所宣布的最新平潭优惠政策 也是让台湾各界人士跃跃欲试计划前进平潭 最大陆距离台湾最近的岛屿平潭岛的建设与开发 可以说成为近年来两岸关系中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 那么在17号的平潭综合试验区管委会也首次来到了台湾 在台中市举行了平潭开放开发规划展示会 那么这个展示会是采用了LED演示以及沙盘模型等等多种手法 来全面展示了平潭近年来的一个建设成就以及未来的发展规划 我是非常讶异的 我还没有看到世界上有一个岛发展得这么快的 一天一个样不是吗 我本来是说五年才会完成 那我现在看看三年就可以完成了 主要突出就是平潭作为两岸建设的共同家园 要得到我们更多的台湾各界的关注跟参与 根据了解福建省将在平潭设立两岸合作的海关特殊监管区 并对台胞在平潭投资国家鼓励类产业 行办教育文化医疗等项目给予多方面的优惠 此外平潭至台湾台中的海上航运航线也有望在今年底前开通 航行时间只需要两个半小时 这将会是两岸间速度最快的航线 而这些利好消息也激发了台湾各界人士前进平潭的兴趣 我们也在思考我们台中市可不可以跟他合作 或者是我们怎么样来规划 可以学习到平潭的这个经验 在普遍看好平潭发展的同时 展示会上台湾嘉宾也对综合实验区未来的发展 提出了各项宝贵建议 开了台湾的车子跟着台湾的这个渡轮 车子进来就可以在平潭开 指导可以用 台币可以用 台湾的媒体看得到台湾的大哥大可以打回家 我们要成为平潭要变成一个示范区域 它是一个既有高生产价值 也有高水平生活 高医疗设备 让所有到平潭来的人 不论在两个地或是外界人士 都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居住的地方 根据统计人 在今年投入平潭基础设施建设的总金额 将达到300亿元人民币 那么在未来五年的这个数字 将达到2500亿元的人民币 刚才有不少台湾嘉宾也表示 他们所提出这些众肯的意见 也希望能够利用这笔巨大的资金 把平潭建设成为两岸同胞科学发展先行先市的共同家园 我是许森 现在台湾 第三届海峡论坛刚刚落幕 八敏大地又迎来了另一场盛会 第九届618中国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 今天亮丽登场 海内外嘉宾呢 共襄胜举 这两天618的一场重要活动 海峡两岸人才交流合作大会正在福州举行 两岸机构合作洽谈 百家单位高薪求财 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会的报道 海峡两岸人才交流大会的现场人气颇高 借由的618项目成果交易会的平台 大力的对接台湾的人力机构 引进台湾的中高级人才 应聘双方都做足了准备 本届家交流大会上 百家新型产业单位高薪求财 包含了电子 生物 机电 IT 新材料 环保 以及现代服务业单位 福建省重点项目单位 共提供了1500多个中高层岗位 70%的岗位 年薪都在10万元以上 吸引力不小 在我看来 618的招聘费 比中高级人才招聘费 肯定会提升很多 那在整个的档次 会比办得更高 所以说我今天特意说 我今天没上班 我跑到这边看 而能够在家门口 集中招揽中高级人才 也是各大知名企业 梦寐以求的 根据现在我们 磁化集团发展的这个前景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高层次的人才 就是有一些实践经验 特别是希望 有这个专业造语的人才 能够加入我们这个团队 我们采访中了解到 目前福建企业中高级人才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这是普通的招聘会而无法解决的 需要通过与专门的人力资源机构的通力合作来完成 这就吹升了本次交流大会的另一大重点 就是两岸人力资源机构洽谈合作 包括台湾104人力银行 1111人力银行 台湾技术经理人协会等 30多家台湾人力资源机构 前来展示机构形象 这一次我们率团到福州来 就希望针对未来人才的延览 针对人才的培进 往前迈进一大步 将台湾的一些软实力的管理 还有一些专业的人才能够相互的交流 好的各位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稍作休息 一年一度渐渐 马英九身体质量指数受关注 台当局展开抢救高铁大作战 铁路沿线深井被封 建台被要求清凉化 详细内容稍送上 好的广告之后 欢迎继续收看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我们来关注台湾岛内的消息 马英九昨天一早就前往台北马街医院 进行一年一度的健康检查 检查结果呢 马英九身高178公分的有变 但是体重比去年的73.6公斤 胖了1.3公斤 身体质量指数BMI指标在标准内 心肺功能也很正常 身体非常的健康 马英九排开公务行程 马英九排开公务行程 换上轻便服装到台北马街做体检 面带微笑量身高体重 结果出炉 马英九最新身高178公分 虽然没有长高 但变重 体重73.6 比起去年胖了1.3公斤 刚好在标准之内 另外收缩血压115 舒张压71 心肺功能都正常 非常的健康 马英九热爱运动 平常就会趁空档慢跑 也会参加路跑活动 以前还受过关节方面的运动伤害 这次积极检查 基本检测没有问题 比起刚上任被警告体重过重 马英九接连三年 体重都维持在标准之附近 今年又稍稍发福 台湾高铁彰化云林地段 因为地层下陷 被指只剩10年的寿命 台当局赶紧是展开 抢救高铁大作战 昨天召开跨部门会议 决定周边学校等机关单位 全部封掉地下水井 但是农民使用的浅层灌溉水井 不在限制的范围之内 然而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 高铁在彰化云林沿线的 五大开发区 因为如果继续建设下去 可能造成深达7米的地层下陷 大型建地施工 经常会用到粗重的钢梁 水泥和砖块 还需要整地附土 这一建材重量 现在成了挽救高铁 下陷危机的关键之一 举例说传统红砖比较重 可能建议高铁云林彰化 沿线五大开发区 多用质量比较轻的空心砖 可能某一个客厅 这个开发区就会造成 大概7公分 甚至更大的 更大的地盘下陷 那这个我们则成工程会 去针对它的这个技术上面 做一个检核 有没有需要变更设计的 这五大开发区分别是高铁 彰化 云林站 特定区 张南 花卉园区 科技园区 和中科 湖尾基地 都散布在高铁左右两侧 加起来三公里以内的范围 率先封掉深水井 我们法务部矫正署的这些水井 会全部封掉 然后自带水公司也提出来 它的一个风景的计划 然后农委会也提出来 它的一个风景的计划 邻近的其他工业区 也会列入风景规划 不过李鸿源说 农田灌溉用的浅层地下水井 目前不会封闭 高铁云林站的建设也不会改变 接下来会委托顾问公司评估 地盘下线跟开发案关联 预计10月会提出完整建筑规范 限制下线区建物重量和高度 下面呢要给大家看一则 非常惊险的新闻 彰化有一名男子 149后驾车 结果呢 竟然不顾平交道的栅栏 已经放下了 火车也即将靠近 还是要硬闯过去 火车驾驶被这名男子的举动吓到了 紧急刹车 场面非常的惊险 听到这声音 往来车辆都知道 火车来了 乖乖停在平交道前 唯独巨辆机车 做出危险行为 骑车男子疑似喝了酒 摇摇晃晃 骑车跨越平交道 就差几秒钟 火车快速行驶而来 男子虽然没被撞上 却恶狠狠的回头瞪火车 嘴巴也像是在碎碎面 离开前 甚至把平交道栅栏 拧过去 整个过程将近一分钟 被路过车辆的行车记录器 拍下来 大骂骑车男子 太恶劣 他已经喝酒啊 然后就是这样是维华 这段惊险画面 出现在彰化二水 原急路的火车平交道 骑车男子自己不要命 却让火车驾驶和乘客 吓出一身冷汗 紧急刹车停下来 司机我想应该是有吓到 因为这个 这个平交道已经放下来了 有人闯夜 这个对司机来讲 他们就是 平常开车就是有这个压力 男子硬闯平交道 还好这次没有发生任何伤亡 否则依照交通处罚条例 肇事者最重的处罚 必须罚款一万两千元 甚至必须吊销驾照 这有多危险呢 我们开车千万要小心 不要心存侥幸 为了自己 也为了他人的安全 千万要安全驾驶 好的 我们稍作休息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外传台湾金曲奖 获奖名单外泄 周杰伦 王力宏 抢歌王 莫文卫冲后管 疑似为了吵话题 有台湾偶像剧的男明星 竟然跳水庆功 台湾嘉义就生演练 出现两车惊险落海 被批评 夸张的像是电视剧桥段 详细内容稍送上 好的 一段广告之后 欢迎继续回到 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台湾第二十二届金曲奖 今天晚上就要登场了 颁奖前夕呢 竟然是传出得奖名单 外泄的消息 有评审接受评媒媒体 采访时松口 入围投票时呢 角逐歌王歌后的前两名是 周杰伦 王力宏 以及莫文卫 和台湾歌手 黄丽玲 种种评审内幕的曝光 让金曲奖的公信力 又被台湾媒体质疑 金曲奖 常盛军周杰伦 传出也是这次 最受评审青睐的歌手之一 因为颁奖前夕 评审投票的战况 竟然也提早外泄吗 传出这次周杰伦的对手 就是林俊杰 有金曲奖评审 向平面媒体松口 目前歌王歌后 分别由周杰伦 林俊杰 莫文卫 万芳在竞争 新版本却又说 林俊杰齐情 因为是翻唱专辑 唱口水歌 不被青睐 最后是周董跟王力宏 莫文卫跟阿令的战争 这些投票细节 敏感时刻曝光 难免让金曲奖的公信力 受到指引 台湾金曲奖 迈入第22年 不少歌手都是等了很久 才有机会去拿奖 而得奖的那一刻 也是缔造了不少经典的画面 像是第13届金曲奖 当时张慧妹和王力宏 两个人正在闹绯闻 而主办单位 就刻意的安排 王力宏当颁奖人 巧合的是 阿梅还真的在金曲奖上丰厚 两个人同台拥抱 堪称是金曲奖上经典桥段 那么到底还有多少 让人难以忘怀的画面呢 带您一块回顾 所以我们还叫五位呢 分入围的 谁要抱王力宏呢 王力宏呢 大开王力宏玩笑 这是第13届金曲奖的颁奖典礼 当时王力宏和阿妹传绯闻 跟她一起奔发这家女歌手奖的 还是第16届 因为发音不标准 让她尴尬跑上台的莫文伟 得奖的是 成为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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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围的主持人 下这家女歌手 跟阿妹一样 等了好久 才终于得奖的 还有她 我们都不用请陶哲 入围男歌手六次的陶哲 因为等太久 嗆瞎说不想去了 去年入围真的缺席 没想到却得奖 似乎应验缺席金曲 就会得奖的金曲符咒 因为就算出席 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形 男歌手 从缺 我是真的有一点点 难过跟遗憾 第14届金曲奖 最佳方言男歌手 蔡小虎 红荣红 王世贤 一同角逐 没想到最后竟然破天荒 从缺 入围者通通空手而回 气氛尴尬到不行 这让入围7次 年年出席的蔡小虎 气说再也不参加金曲了 这些让人印象深刻 堪称金曲奖经典话题 不知道今年金曲奖 还会不会重现 我们也是很期待 今年的金曲奖 颁奖典礼上 又会出现 怎样的经典画面 好的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报道了 台观光部门 邀请了今年的 香港小姐的参赛选手们 到台湾去拍外景 顺便为台湾的旅游 做做宣传 不过或许是因为 这支队伍太过庞大了 主办单位为了赶场抢拍 难免就忙中出错 爆出了不少的插曲 跨着脸 妈妈喊借过 碰上港姐来 台拍外景 到北投公园 没清场 这两对母子 也被挡住去路 小弟弟挤在护栏边 被人海淹没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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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过民众想穿越拍摄团队 几乎得用挤的 因为阵仗实在太庞大 除了14名家里 工作人员超过50人 港媒20人 总人数大约是 普通外景美食节目的7倍 港姐们又要呈现 超完美妆容 调刘海 补唇蜜 擦腮红 定型发胶 一喷再喷 忙赶场 时间不够用 从16号抵台那一刻 时间开始倒数 12天内必须拍完 150分钟的节目 行程满档 一早开拍 晚上10点才收工 练习送飞机餐当时 港姐们全都空腹 饿着拍 前面的 港姐赶场拍台湾的美 却因为分秒必争 坏了和气 还是一条演艺圈的消息 这段时间 台湾演艺圈的明星们 流行起了一种非常特别的 回馈粉丝的方式 那就是跳水 像是出演台湾偶像剧 《最后决定爱上你的》的主角 张孝全 曾经许下豪言 只要收视率破五 就要跳水庆祝 如今收视率果然很好 张孝全果真就跳水 回馈了粉丝 自我上升 受出金石身材 一人张孝全 从三米高台 一跃而下 会决定跳水 都是因为这部戏 与杨成林主演偶像剧 张孝全 之前曾发豪宇 只要收视破五 就要跳水 站上去之后 跳其实还好 今天刚好天气很热 跳下去 其实看起来很舒服 所以 其实还蛮爽了 其实 八院只要收视突破标准 就要来个惊人之举的 不只有他 一人晚今天 他在主演命中 注定我爱你的时候 就因为高达13的收视率 让他跟制作单位 决定用罗勇庆祝 还有在电影《海角7号》当中 担任男主角的翻译成 为了庆祝 电影上映不到一个月 票房就快破译 也用罗勇回馈粉丝 另外 男星吴康仁 为庆祝主演的偶像剧 下一站幸福 收视破六 也用跳水庆功 不管是罗勇或跳水 也然成为一种 感谢粉丝的新趋势 毕竟偶像剧 绝大部分的收视群 还是女性观众 男星跳水 罗勇秀身材 纯能替戏剧造势 炒话题 也能勾起粉丝观众的好奇 当然相辅相成 为戏剧创造更高的收视率 明星跳水 可以吸引眼球 而一般民众落水 就不好玩了 需要救生单位 及时的营救 昨天台湾嘉义 上演了一场十分逼真的联合救生演练 除了一些像是失火落水 这些常规的救生演练之外 还设计了两名男子 酒后打赌 双双坠海的情景 看起来就像是电视连续剧 三名男子就在港边喝酒聊天 没想到喝醉酒 居然打赌 谁敢骑摩托车跳海 这可是嘉义海岸巡访队的联合救生演练 演练内容包括有吊客 不慎落海抢救 渔船失火 游客集体跳船逃生等 为了考验队员的救生能力与技巧 过程可是一点都不马虎 而最戏剧性的演出 就是这一幕 醉酒腹气打赌 连着两人都骑摩托车跳海 为了逼真 特地动用十几辆报废的摩托车 由台海巡部门的人员一再演练 只是如此夸张的演练 真的有必要吗 应该不是很有必要 有点危险 安全性要先注意 平常的时候我们有加强的训练 所以里面如果说不安全 和不熟悉的地方 不能轻易来下水救援 按巡总队说 两名女士兵就是经过一年的严格训练 才能胜任跳水救人的任务 他们强调 夸张的剧情只是为了让演练逼真 真正要解释的是队员们 是否真的拥有训练有素的救灾能力 希望不论状况多么紧急 都能及时派上用场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救援的演习 接下来呢 带您来看真实的落水救援现场 近日一位年轻人 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畔玩航魔的时候 偶遇有人掉落湖中 他用身边的照相机拍摄下了路人 奋不顾身救助落水男子的感人画面 这绳子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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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救人猪肉有火快 都拿着绳子对 每个人都拿着绳子 给他摔药上 这这没事 这个人还没事 同志们 鼓励没事 有我们呢 小心那里边有草 小伙子 给他拿着绳子 这这这被救的人没事 他是喝酒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那你给他掐在他人中让他清静一点 他没事他没事 让他不灌着水 让他配合一下 让他脑子起来一点 他现在啥都不知道 都拿着绳子 对 每个人都拿着绳子 慢点慢点慢点 慢点慢点 别让受伤者受伤 慢点慢点 快快快落水者受伤 哎呦好 慢点啊 慢点慢点 慢点慢点 好 再伸个手就好了 好好好 别别握他腰 别握他腰 别握他腰 再提起来点 屁股上来 OK 好的 好的各位 今天中午的性能就是这样了 我们行为的播出时间呢 是每天中午的12点整 更多来人之讯 请关注我们登晚内视 每天满天10点播出的 海峡星再见 祝您周到晚